普丁以88%的高得票率连震 而他出席莫斯科红场的克里米亚 回归10周年庆祝大会 会上他宣布要重建乌冬新铁路 并喊话乌冬哲民要赶快回家 另外路透社也报道 普丁将在5月出访大陆 会见领导人习近平 这也将是普丁新政旗内的首次出访 莫斯科红场月音缭绕 底下旗海飘扬 这是在庆祝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坡尔 回归俄罗斯10周年 刚连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丁 总统再当6年风光上台 普丁强调克里米亚是战略意义上的重要领土 还把并吞的4个乌克兰东部地区 形容是新俄罗斯 同时也宣布会该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 经过被占领的乌冬地区 连接克里米亚成为克里米亚大桥的替代道路 并喊话乌冬人民赶快回家 而与他竞选的对手同时就站在身边当护法 轮流致辞称赞普丁 也被外界认为如此更坐实 这是场假选举 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普丁连任 不公平也不民主 大陆 印度 北韩则祝贺普丁胜选 至于上任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路透社就指出 普丁将在5月下半访问大陆 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会谈 可能会是普丁新任期内的首次出访 普丁的访问可能会在习近平访欧之前 克里姆林公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普丁要访路 但表示首个外访国家已经确定 正在准备中 有分析指出 普丁和习近平已经很要好 如今极力深化两国关系 也凸显地缘政策